第四季 創富激化點 第四季 創富激化點 大家好,歡迎收看星期三的創富激化點 今天請來的嘉賓有黃敏石 Michael 大家好 見到今天的港股是一個V型的走勢 沒辦法,受消息刺激 行政長官曾任權今天公布施政報告 地產股受到影響 另外,渣打公股 這麼多焦點,影響著大市 不過,今天港股收市也好 再升上去 恆生指數收市債報23457點 升335點 成交1092億 Michael 我們的恆子又再創28個月的新高 接下來可以繼續上網多少 我想上網一定是去到更高的位置 現在2萬3千也算近了 再推上去 2萬4千 今年的目標是一路一路退高 亦都見到一浪高於一浪的情況出現 今天來說,其實都是說成交金額 是說1,092億 應該沒有記錯 數據是今年第二大的 又破了上個星期 但另一天還未破 最厲害的就是中而洞貝孤那一天 我想反映到資金方面 其實市場真的充裕 第一,衷敬美國 繼續行兩百分數貨幣政策 第二,內地 其實今天都有很多數據幫忙發工 你看回它的數據、新增貸款 這些數據來說都比了大市 尤其是加北景 剛才我們說了地產、渣達 另一個焦點就是給了一些奈現股 剛才提到招行發營景 發營起 之後再看新增貸款 有5千9百多億 都是市場預估中的上限 亦都推動一些重磅股大動 我想其實現在主題越來越多 市場反而對好消息能夠放大 對壞消息能夠很快消化 正如剛才你所說 今天的港股出現了一個V彈 就是市場報告公佈的時候 對地產股似乎有些懷疑有些保留 所以那段時間就扔得最急 之後反而就有一個倒楣的情況 最明顯就是新鴻基 差不多跌轉高位回落 再彈上去 上落的波幅也有10元 對,見到新鴻基收市的時候 跌少許 跌了8毫 不夠1% 都可以的了 本來由高位反彈 又再彈上去 沒有留意貼事 可能只是開市收市看的朋友 以後沒甚麼事發生 如果留意就知道 真的坐了一座三車 對,如果這樣看 現在的地產股 接下來又怎樣看呢 因為行政掌控真正權 宣布施政報告裡面 都有很多措施 例如有先租後買 這個措施 另外又限制發水樓等等 可能對地產的前景 不知道會否有甚麼影響 你自己怎樣看呢 我想前景也不會拍得那麼深 當然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大家都有點擔心 除了剛才你說的幾年期 就是限制投資熱門 買樓 但實際佔的比例又不是那麼多 限制發水樓 我想也會規範 至於第三個就是 增加供應 亦是預估之內 但是增加供應 如果每次坐 差不多2萬個的時候 我們就看回 每年2萬個 對,每年2萬個 看回到時推出的部分 亦有先早後買計劃 總體也不是壞事 因為始終令到多些人就業 老實說 有一批基層的市民 其實現在來說 以現時的樓價 其實都有很大的負擔 未必能夠上車 在這方面 我就覺得 是針對他們出發 你說會不會拖離樓價 我就覺得 可能會令到推樓的步伐 有一段時間會慢了 但是你說 是不是這樣 影響會拖低呢 我覺得始終都未必一定 因為始終現在看回低息 還有如果你說有質素的樓盤 我覺得他們都願意去投入 還有可能橫向看回 息口方面 短期都未必有 即是加幅的空間 也都自育的意欲 其實都還會有 那看來地產股 可能接下來 都是值得中長線 繼續持有 其實我可以這樣說 我想都是的 當然選擇性 我相信可能都會傾向 一個兩極化的情況 多樓盤在手 土地儲備比較充裕 能夠做到貨源輪轉 都還會比較上休息 另一方面 其實現在我們看地產股 都不只是著眼點 看回本尾 內地也是很重要 不過就是 之前大家覺得 內房股近期 或者內地的樓市這麼凹 有很多政策出 有很多調控措施 所以就放在一邊 但實際上 如果看到 慢慢內地的樓市 很快再揭回 即是現在本地的地產發展 其實我想 除了生理比例 比較少一些 其實很大部份 都開始著力發展 我想是 雙線並軌去出發 所以我們也要看 例如發展元大 還有綜合性 例如長煞 其實大家也要看 不只是看地產發展的業務 一定是看和王方面的走向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另外想問渣打 因為今早早見到渣打停牌 嚇了我跳 原來是公股 不過很快就宣佈了 公股比例是八股公一股 公股價是156.82元 比昨天收市的價 折讓3.3元 這樣看來 好像都抵不抵工 OK 我覺得 都可以抵工 因為折讓也有這麼大 都接近之前的內銀股 其實 初初第一間去做這個動作 有點害怕 但看清楚來說 其實最主要是看 雖然折讓這麼大 但公股來說 都希望調高資本充足比率 沒錯 現在應該完成了 由單位尾的數字 差不多到雙位數字 10%流上 穩健程度更大 還有你買渣打 其實都要看著眼點 顧本培完之後 能夠再繼續著來 在新興市場發展 這個都是他們的優勢 優勢就是 就算匯控 雖然也是 早上升級做了這個動作 但他們現在也是一個起步 而渣打其實已經在推進 所以我想 再加上肌肉投資者 例如你看到大馬石 基本上都是 他都支持 所以變成他們都和應的時候 我想一般的投資者 都是對這一刻 渣打 對他前景有信心來說 我想都願意為值得考慮 但是對整個銀行業的板塊 會不會有什麼影響 因為渣打自己的一級資本衝出比率 都有9% 現在集資之後 就達到雙位數字 其實他本身都有些錢 渣打到現在都要公股 這樣看對整個銀行業 會不會有些影響 其實你看看國際性的金融機構 回耗我想這件事 預早做 應該問題不太大 但你說延伸到本地銀行 我覺得未需要有這個憂慮 因為渣打 不需要擔心 因為渣打也是跟英國 歐洲那邊去做這件事 所以我想 都是要跟外圍做一些指定動作 但其實可以說 行業性 而非是個別面對的壓力